今天天氣非常的好啊 我們準備要去用機車啦 今天我們要去換 Rambo的卡鉗 還有拉桿 那我們就收帶車行見吧 其實換卡鉗這件事情 有一點半衝動 我一直猶豫到底要不要換 因為其實通勤來說 原廠卡鉗就夠我用了 但是我的工作距離不遠 尤其不快 可是假日出遠門旅遊 有時候又真的會不夠用 所以換卡鉗這件事情 我一直覺得很久 那後來會讓我想換的 一個衝動點是因為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如果騎的比較快 原廠煞車 真的是會有一點不太夠用 我不確定是不是 我自己煞車的問題 但是對我而言我覺得 真的會有點不太夠用 這次要換的東西 其實還蠻多的啊 有卡鉗 卡鉗做煞車拉桿 跟手機架 那到時候 後面唯一再跟大家做介紹 那我們就先出發到車行囉 那我們到車行啦 今天人超多的 其實說要我等一下 我前面還有五六台車 應該要等很久吧 好 終於輪到我了 我錄一下喔 那現在其實 要先把我原本的卡鉗 煞車油偷掉 這次在抽油 這次在抽油 就是不太多的 損壞車子 之後要煞車子 再抜擦車子 然後再組裝車子 起初看 加肌、經驗車子 按剛剛手機 再把擦車子 原來是男兆 用最主要的 出品 在身邊 拿到衣服 在身邊 進去 金裁 用最主要的 很目的 一定會 對 那煞車有抽完之後就把原廠的卡鉗給拆掉了 那拆掉原廠卡鉗之前 要先把ABS的感測線跟油管線給拆掉 那但是油管的部分碰到了一點小麻煩 原廠的油管線太長了 直接裝上去有可能在機車轉彎的時候會去達到 這樣會蠻危險的 那後來選擇的方法是先硬上 那然後用束帶幫我綁起來 那因為剛好店裡沒有適合的油管可以用 所以只好暫時先這樣用 那有跟老闆他說下次再去把 油管再換成改裝的 原廠卡鉗太長就對了 你看老闆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喔 喔 他以前就搬的是這樣子 好整 好整 好多多這些 多這些 對 他設計這個樣子 那我很騷包啊 我螺絲的部分都使用太黑金的 就單純只好看而已啦 那這邊 大家最關心的是 換了卡錢 APS 到底會不會不見呢 我們來聽 看看氣質怎麼說吧 蠻多人來問 因為要你卡錢 到底APS的作為 你簡單來說 你找還有什麼 APS還是會窄 那還有可能 其實我們APS在作動的時候 是不是前後輪度差異出來的時候 那 前後輪度差異的情況下 那是誰去騎上 呃 喔 所以其實 他還是會窄 你會可能會提前輪出來 還是會窄 你這也是一定是 還是直接四個四個 四個 那這樣氣質解釋完畢 大家有更了解了嗎 我跟你講先這樣子 到時候再換掉 到時候真的 覺得不好看再把油換乾掉 因為你收到上面很危險 因為轉向 那 那我們卡錢裝好啦 接下來就是加入新的煞車友 就完成了 新的煞車友是藍色的耶 超酷的 現在這就是加入新的煞車友 現在這就是加入新的煞車友 然後一直按煞車把煞車友按下去 然後再加進去 新的煞車友 再加進去 再加進去 那我們手機架也裝好了 這邊稍微用束帶加強一下 那今天安裝的部分就結束了 過幾天再來安裝拉桿跟油管 再加進去 那祭司的動作真的超級快的 瞬間就把拉桿裝好了 那我會換這組拉桿啊 的原因是因為 它可以調整拉桿的距離 因為每個人手的大小不一樣 可以調整的話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另一個原因啊 也是我最愛的 那就是它有鎖煞車功能 要是在一些斜坡的地方啊 我可以按下鎖煞車鍵 我就不用一直按住煞車 這樣會等紅燈啊 或是幹嘛的 都超方便的 讚 這次我的車子 比上次拆的還要徹底啊 因為原廠的油管太長了 所以要換掉 結果我覺得最麻煩的是 換掉油管 還要換一次煞車油 而且我前面的殼幾乎全都是拆的 所以奉勸各位啊 如果要改自動系統啊 記得了解是全上啊 那這時候 跟大家聊一下 換改裝卡錢 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來看這張照片齁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來錢幣陣 卡錢 卡錢座 碟盤 今天為什麼說 換了一個卡錢 最好要考慮清楚 其他東西有沒有要做更換 假如說 你現在卡錢都換好了 那之後你覺得說 欸 我想換你新的錢幣陣 那你就要看你現在的卡錢座 跟你想要換成錢幣陣 能不能合在一起 那或者是說 欸 我覺得我的碟盤不夠大 莎士利島不夠 我想再加個阿B盤 那你又要再去看你的卡錢座 只是可以對應新的碟盤大小 那再來就是 你換了卡錢 你的煞車變得很利 沒有錯 但是有可能變成你的輪胎抓不住了 那你又要換抓地好一點的輪胎 那或者是說你的煞車變利了 但是你發現 欸 我的避震太軟了 每次煞車都會點頭 哇 那我要換避震了 所以換卡錢之前 你一定要先評估自己 看看其他東西 要不要一起換 不然 你後續要再換的時候 你會浪費很多時間跟金錢 那如果你覺得你錢很多 時間很多 那我也是覺得無所謂啦 那最後來說說 我換完卡錢的心得吧 我覺得 Brembo的卡錢 它煞車的感覺比較鮮心 那就是你按多少 它就給你多少 不過像原廠一樣 煞車不夠清楚 再加上這主打桿 我只能說這個手桿 非常非常的Q啊 這個錢花的痕跡 對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那喜歡我影片的人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加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東林 我最懂你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馬的超傻眼的啦 以為是倒車 我的拉桿都斷了 所以現在換了原廠了 暫時應該不會再改了啦 等未來如果有要換總棒的時候 再看看好了